各位同學大家好 先來跟各位介紹第二類的第八題 在介紹這題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它的資料結構 在這張工作表裡面 命名叫做Hotel Detail 是這個範圍名稱 第一個欄位是Hotel Name 第二是它的ID 第三是它總共有幾間房間 好 那它要求說呢 就找呢 這個Hotel的這個名字 然後呢把它ID找出來 這是它的那個 Booking ID裡面的第一個結構 就是Hotel的ID 那我們這邊呢用公司經理 好我們選擇VLuba 那我們選擇這個Hotel Name 但是你不能夠直接點選 因為這個題目 它特別要求 如果有設定的範圍名稱 已經設好的話呢 那就要用它的 所以我們呼叫範圍名稱按F3 那把Hotel呢找出來 因為它是根據這個 每一個欄位標題的名稱 那麼去定義以下的範圍 好 那這裡呢我們剛剛有 這個 請大家預覽過 就是 Hotel Detail的範圍 然後是傳回第二欄的資料 那因為文字比對呢 應該要完全符合 所以按0 T1 好 然後再來呢 再用AND來連結其他的文字 引號 一個橫線 再加一個引號 好 接下來我們處理第二個部分 它說是check-in Check-in 這個日期 那check-in這個日期呢 因為它在 Ecell裡面呢 日期是一串數字的表示 所以我們要把數字呢 先把它轉成文字 然後再取其中的 再轉換出來的月跟日 把它抓出來 好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text 那text呢 它可以把 你所 要處理的引述呢 它把它轉換成 你所指定的 這個格式 好 我們點選一下text 其中 那這樣子 剛剛那個 這個混亂的那個 那個對話方塊 就會切換成 text的 這個對話經理 好 第一個value的地方 那我們要它要 做的是check-in 一樣用範圍名稱 按F3 把check-in找出來 然後呢 這裡指定的格式呢 要用引號 mm dd 好 那它顯示的是0106 那同學 這個 做到每個小小的階段的時候 就可以對照一下 curve 看有沒有做錯 好 好 那這是id的第二個部分 所以還有第三 第四 我們一樣用end來連結 再用一個減號來連結 好第三個呢 它說是這個check-out 減到check-in 那這直接就按範圍名稱 來使用來使用就好 check-out 減掉 check-in 然後加1 好 這樣就完成了 end 一樣再加上一個減號 好 好 那第四個步驟是first name 那這也就是很單純的 end 好 first name 那這計算結果呢 你對照一下看跟課本說 這個參考結果部分有沒有錯誤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確定 然後往下做填滿 好以上呢就是這個第一個步驟呢 它的做法 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 那我們切換到第二張的這個billlist 那剛剛這部分我們就再做一次 那你先用Vlog 然後指定要找的是A2 然後table error的地方就按F3 用booking這個範圍名稱 這個範圍 找到之後呢是第八欄 對不對 至於搜尋的標準就是0 也就是完全符合 好這第一個做法 然後呢再來end 要連接一個空格 所以引號加個空格 然後再一個end 這公式呢我們可以直接用 所以ctrl c 再來到後面這邊把它貼上 那把第八欄改成第九欄就好了 就是他要的 他要的 first name 然後first name 空格 surname 就這樣子 那你就對照一下 預覽結果跟課本的是不是一樣 Romero Rogero 應該是沒有錯 就這樣一個做法 那有同學 剛剛有同學都在問說老師這個 怎麼都找不出來 找不出來 找不出來八成不是這邊的問題 因為這個公式算簡單 八成是 這邊出問題 因為這邊出問題嘛 所以你 你這裡怎麼會找得到 這個booking id 這邊的booking id 跟這邊的對不上啊 所以他已經跟你顯示說 對就是new啊 就找不到 就這樣子 那至於後面的三個 這個都就是類似的做法 那就roon number的話 一樣也是去找這個booking id 然後 roon number的話 第六欄嘛 第六欄的欄位 那剛剛的那個盤數再把它貼上來也是可以 這邊加上個等號 改成6就好 那就好 貼上來就好 剛剛不是有複製嗎 好 然後再來的話 那nice的話的做法就 單純了 就是他就說 找出這個booking id check in跟check out 然後他說nice就等於check out 減到check in 好 那麼 check out是第五個欄位 減掉再貼上 第四個欄位 那偷懶的做法 然後再來是價格 那價格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因為他是說 你要把前面這三碼先找出來 好 那我們就 這裡就要用 用laps另外一個函數了 好 找到前面兩碼 然後end 然後end 加上這個 少用一個 好 沒關係 然後再串接這個room number ok 然後在最外圍的地方呢 才是vlog ok 好 那一樣就要去找booking 好 現在那不是三 我發現不是booking 是這個lookup price 好 如果按F3找不到的話就直接用打的齁 好 也說按F3他沒有辦法出現那個範圍名稱 就請你自己輸入 好 第二個欄位 3800塊 好 然後再來就是數量的部分 就等於做了幾個晚上乘上價格 每一碗的價格 就這樣 好 然後再往下填滿 那你一樣就是對照第一個看有沒有做錯了 3723 3800 11400 應該沒有錯 那還沒做完喔 這個 這個 當你做完之後 請你點選 資料的任何一格就可以 好 不要這樣子點選了 不要這樣子選一個範圍 不要 只要再選擇這其中一格 在這個資料範圍之內就好 然後選擇呢 常用的格式化表格 中等生前第二欄 第二列的第二欄 有一個表格樣式中等生前 來套用 點選他就套用了 好 那 我們如果剛剛沒有選擇一個範圍的話 他會自動去找 把這個相連接的範圍全部找到 那本來就是有標題的標格 標格 所以按確定就好 那這個是可以做一個篩選了 那我們不要篩選 他要的就是一個單純的標格 所以呢我們要再點選轉換為範圍 把標格轉換成一般範圍 要是沒有轉換的話 這裡還有一些就是篩選的功能 那個功能可以讓你使用 但就沒有辦法做篩選的這個 剛剛那個下拉選單就沒辦法 好 列印設定 版面配置後面就簡單了 應該是有辦法 縮小比例80% 夜走夜尾切換一下 都是套用就可以 套用他的那個篩本的部分 第幾頁供企業 然後夜走則是工作表名稱 好然後列印格線 標題列是第一列 點選一下第一列 任何一個欄位 任何一欄都可以 只要在第一列就好 然後列印格線 然後這是全部的做法 來的定存新檔 請櫻大坡 再次請櫻大坡 對 感谢观看